第一个动作 膝肘相合扭腰护 这是膝盖跟手肘对边的扭腰护 这个动作主要是 你在做一个胸体旋转的时候 腰护的肌肉护斜肌会有一个收缩 你可以先做一边 来来这边 做这边 让肌肉收缩紧实 避免堆积脂肪 你也可以两边同时来做扭腰护 你就边做这个动作 让你的身体有一个旋转 消耗这一样以外 更重要你的腹肌 腹斜肌会收缩 第二个动作是八爪章鱼紧细肚 这个八爪章鱼是手撑开以后 八根手指头在前面拆腰 然后把肚子掐住一团来 这叫做八爪章鱼紧细肚 这样缩进去 因为很多人不懂得如何缩小腹 用这个八爪章鱼 让你的腹肌 尤其是腹横肌 懂得如何收缩 当你懂得如何收缩以后 你学时学地就可以缩小腹 所以平常就多做这个动作 缩小腹的方法真的很实用 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吃太饱 饱到连小腹都没有办法缩 你是在缩我吗 不过我每次吃完火锅都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常常会吃到饱 火锅会吃到很饱 真的很饱 那有时候吃到很脏气很难受的时候 那到底要怎么做 才可以舒缓我当下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我觉得第一点要先预防这种情况产生 这蛮重要的 真的 蛮认真 所以不要吃太快 然后照着一个苍菜肉饭的秩序来吃 所以这很重要 那假设真的不小心吃太快 然后吃得太脏了怎么办 如果说你想要愿意吃药的话 其实有些可以出现腸胃乳中的药物 可以吃或者是吃些酵素是OK的 那再来利用的方式就是说 非药物治療的话 其实你就是饭后有30分钟 不要坐着啦 一直站着 一直站着 饭后有30分钟一直站着 就像这样你可以一直站着 然后你可以做一些按摩你的腹部的动作 按摩腹部的动作 是顺时针这样这么快 顺时针顺着我们腸胃到乳动的一个方向 所以你要这样子 一个部位按三秒钟 像那按三秒钟 然后像这边这边按三秒钟 往下按三秒钟 按三秒钟 顺时针往下按三秒钟 对 因为你要给我们的小肠的平花肌 一点时间让它去反应 它会促进一个蠕动的反射 所以你就让它慢慢动 它就会加速我们的一个蠕动 然后会顺时针方向开始走这样子 所以可以帮助消滑 这个要做多久呢 就做到你比较舒服为止 做比较舒服为止 有一种说法是说 我透过这样子摸肚子后 你快速的顺时针摸 对 这种有效吗 我觉得没有效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小肠平花肌 它是一个反应比较慢的肌肉 所以你必须要压按三秒钟 因为是你要让它感受到说 有这个力量装在它身上 进来 对 它才会去促进一个反射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我个人有在做 我觉得这蛮有效的 这个蛮有效的 就是大概按了三十分 你就站起来在那边慢慢按 对 慢慢按 或者是像我自己出去走一走 走一走当然也走一走 但是也比较快走就对了 对 然后饮食上面 我觉得可以喝一些姜茶 姜茶 对 或者是吃一些凤梨 有那个凤梨酵素 可以帮助蛋白质消化得更快速一点 所以除了这个凤梨姜茶之外 像是木瓜或是这个七果 也都有相同的效果 木瓜跟凤梨效果会比较好 那最后也想要来问这个营养师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除了到外面 去吃这个火锅之外 我自己在家里 有没有什么健康的一些菜料好了 我一定要准备的 一定要准备 建议至少是五种蔬菜 五种蔬菜 黄色像现在当即有菠菜 然后淺绿色就高丽菜 然后另外像是菇类 然后木耳还有瓜类 这个都是必备的 只要有这五种 你这样买回来的话 其实它买回来的量 其实是蛮大的 如果你可以把它吃到一定的量 它其实是有一定减重效果 会帮助把这个 多余的胆固醇跟脂肪排出去 那还有一个就是火锅的必备 就是肉啊 刚刚提到说汤菜肉饭嘛 这个肉很重要 那还有海鲜呢 它这个顺序跟比例我要怎么做呢 我对病人的味道都很简单 它们都会归在肉里面 所以想吃就是吃 但是你的顺序要放在第三个 就是你要先把汤喝完 把菜全部都吃完 你才可以吃到肉这样 对 所以我如果今天我想要吃火锅 我想要吃肉 我还要忍受把今天 吃完才可以 吃到这个心意的 对